大家好,我是小马 本期视频是AWS CDK课程的第27期 本期的主题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RDS建立数据库的子网组 咱们大家都知道 如果咱们要建立RDS数据库 那么咱们首先应该先建立一个数据库子网 告诉数据库 咱们今后要在哪些个子网当中 去建立实力 那么今天咱们就通过CDK的方式 建立出数据库的子网组 让咱们马上开始 当然如果您还没有对RDS有所了解的话 小马有RDS的课程 您可以看一下小马的RDS的课程 好的 今天咱们的知识点 只有一个使用AWS CDK 建立RDS数据库的子网组 马上进入到实战演习的部分 按照惯例 咱们还是先看图说话 大家请看这张图 这张图完全是通过CDK代码 全部自动生成 那么今天咱们要做的工作就是 看小马鼠标的这个位置 咱们要在私有子网中 生成一个DB子网组 这个不应该说在私有子网中生成 应该说在RDS中去生成一个数据库专用的子网组 这个子网组包括咱们私有子网的20网段和21网段 好吧 那么今天咱们就生成数据库的子网组 该怎么做呢 今天有两个工作要做 首先咱们编辑堆栈文件 建立数据库的子网组 然后咱们部署确认 那么在接下来的操作视频当中 咱们就生成数据库专用的子网组吧